民进党今天举办华山会议讨论台湾如何因应大陆因素 主持人行政院前院长游锡坤说 两岸交流必须维护台湾的民主价值 过程也要公开透明 面对大陆影响力增加 这次的会议也特别邀请了香港的民运人士来参加 要借近香港的经验来观察 两岸交流进入深水区 民进党举办华山会议讨论台湾该用什么态度面对大陆 这个交流不要伤害到台湾的主权与安全 交流的开放应该要透过民主程序 第三点就是开放之后应该要有好的管理机制 会议中提到除了近期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经济部分 大陆也介入台湾的政治文化等面向 面对大陆影响力日渐增加 香港在7月1号有上万人走上街头抗议 民运人士也特地前来以香港经验与民进党交换意见 传媒受到最大的威胁 第二就是那个经济方面的那个SIPA 然后既有形造成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第三个就是香港的核心家籍跟其他的情况 包括整个社会的民生 整个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受到大陆的影响 面对大陆政权刘嘉宜一直说香港跟民进党可以合作 而透过这样的交流 民进党往后如何督促政府与大陆之间的互动 似乎有所接近 UDN TV 陈明燕 林一云 台北报道